嘿嘿嘿 出来了 出来了 终于可以不用在家里录节目了 关了两个月的时间 人都傻掉 但是政策也出来了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之前 你只要置换纯电动汽车的话 就能得到一万块钱的财政品线 对于正准备购买纯电动车的朋友来说 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 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关于电动车的一些科技和讯息 可以开始了解起来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 你要买的话什么最重要 电池 车子能跑多远 是不是安全都取决于你的电池包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池包的话题 在电池技术出现重大突破之前 工程师们只能通过 设计 加工工艺 正负极材料 和集成模式来提升电池的利用率 而在集成模式方面 又衍生出了几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先来看最基本的电池结构 它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电芯 有圆柱形 方形和软包电池 然后按照设计的容量增加电池数量 比如说10个电芯我能够跑一公里的路 那我要让车子拥有500公里的续航的话 那就要5000个电芯 先别管车子跑不跑得动 对吧 数量多了就得管理像公司一样 设立一个个部门 比如说50个电芯组成一个模组 然后往里面加热管理系统 给电池散热 加结构件 保护电池不受外力影响而损坏 还有电池包的大脑 BMS 电池管理系统 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完整电池包 也叫做PAC 把PAC装在车子的底盘上面 就能够驱动车子前进了 电芯模组电池包装车 这种集成模式就叫做CTM Sale to Module 好处是可以制定标准化模块的尺寸 实现大批量生产和匹配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在于空间利用率不高 40%左右 主要是模组结构件这些东西太占地方了 你可以去观察找GP的电动车它的底盘 基本上都是CTM结构的 电池包下面明显突出了一大块 你就看看马自达CX30EV 为了遮掩电池包 车壳子被架起来了 颜值崩坏 马自达设计师就不回来 太失望了 那随着技术的发展 到后来肯定得得想办法简化它的结构 其中一种方法就叫做CTP Sale to Pack 也就是去掉一块块的小模组 把电芯直接集成在电池包上面 整个电池包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模组 这样一来就能腾出更多的地方 装更多的电芯 续航也就随之提升了 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它其实就是CTP方案 它把单个电芯做成一块块长条的形状 它好对放在电池包里面 可以得到60%的空间利用率 当然提升空间利用率方面 还不止这一种方法 CTP方案虽然减少了模组 但外面它还是有个壳子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腾出来 你直接把电池装在底盘上面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CTC方案 今年4月特斯拉德州工厂 生产了它的Model Y 就采用了CTC方案 你也可以把整台车的底盘 当作是电池包的框架 4680电池直接安装在底盘上面 里面取消了模组设计 CTC它的好处就在于 它可以减轻车重 增加续航并降低生产成本 你像德州工厂 它生产的Model Y 就比上海工厂生产的Model Y 轻了10% 续航增加了14% 更重要的是生产成本降低了7% 单位投资下降了8% 对于特斯拉这样追求规模化的车企来说 还是很适合的 那么国内也有车企跟着学 林跑C01 不过林跑C01它的CTC方案跟特斯拉有点不一样 它虽然也是把电池装在底盘上面 但是下面多了一个托盘 把电池这样拖起来 四周的封装与车身融为一起 有点像CTP方案 但是比它少了一个盖子 另外刚出的比亚迪海豹 它用了另一种CTP方案 B代表的是Body 相当于把电池当成底板装入车身 布置方式和CTC非常相似 不管是C还是B 它们可以做到和车壳子连接更加的紧密 车身高度可以进一步降低 侧面看起来也更加的比较 这些技术理解起来其实并不复杂 CTM和CTP就是以前的诺基亚 电池可以拿下来更换的 CTC和CTP就是现在的手机 电池集成在手机里面 你要说拿中好不一定 对使用者来说 以前诺基亚手机没电了 我换块电池就搞定了 现在的手机没电的话 我接个充电宝也能解决问题 但是对于车企来说 那你就要综合考虑了 首先CTP方案 它可以做到尽可能减少电池的类型 去匹配更多的车型 比如索尼相机 五六种电池对应几十块相机 以后我要升级装备的话 电池这一块就能够省钱了 而且对未来这种 提供换电服务的车企来说 10分钟换电是我的优势 以后我要保持这份优势的话 新车也要继续走CTP路线 短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长远来看 就比较考验车企定的前瞻性 在CTP方案中 你可以把电池看作是定量 汽车是变量 汽车每隔一到两年就要更新一次的 新车都是按照目前的电池规格来设计的 你假如五六年以后 电池有了新的技术 导致以前的车款不能用了 装不上去了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既然选择这条路了 那只能闷着头走到底 CTC和CTP的优点不用多说 空间利用率变高了 零件数量变少了 生产成本也就降下来了 但是它所面临的问题在于 电池是为车子量身打造的 专车专用 也就是说我每出一款新车 都要随之重新开发它的新电池 研发成本是比较高的 一定要形成大规模量产 搬薄成本才可以 换句话说你的每一款车都必须是爆满 这对销售团队来说考验是蛮大的 特斯拉做到了 四款车全世界卖 研发成本薄的不用再薄了 你什么一个月只卖一两百台的电动车 就不要考虑什么CTCTP的好不好 你再薄 这么看下来 比亚利 特斯拉 林考 蔚来等等等等 它们各有各的优势 这其实是企业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体现 特斯拉走规模路线 我只要考虑怎么能够加低成本 怎么能够提升效率就可以了 像蔚来我走高端路线 我要贴近用户 再就想办法提升核心体验 至于车电分离 车电合一 哪一种更好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 不知道你更看好哪一种呢 再详细 不好我也要看好哪一成本 我回到你了 往 Paula 我能够过 dispers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